秋天来了大夹蟹也熟了 着西南安蟹农养殖的大夹蟹宣布开卖 不过因为今年天气变化 地震台风环境被破坏的 不仅是养殖业受影响 连友善耕作也遭殃了 已经养殖多年的在地蟹农表示说 今年的大夹蟹收成不好 秋天来了大夹蟹有熟了 着西南安蟹农养殖的大夹蟹宣布开卖 不过由于今年天气变化 地震台风环境遭破坏 不仅是养殖业受影响 就连友善耕作也遭殃 已经养殖多年的在地蟹农表示 今年大夹蟹收成不佳 我现在从永远两层 几乎就不到两层了 几乎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也不会没有抱不大的 如果能够两层OK了 就OK了 我期待明年会更好 蟹农今年养殖的大夹蟹 蟹苗放养一万五千只 收成大约不到两成左右 蟹农表示 主要原因还是在蟹苗 进口的大夹蟹 从收成到底台通关 大约要七天时间 和本土蟹相比新鲜度就有差异 蟹农说今夜养殖下来 本土大夹蟹的存活率只有三成 再来是收成后的蟹 销售通路根本不够 从蟹进来到养殖 到天灾人祸 到销售的问题 这个分了这个上个阶段里面 我想今年是对养殖物来讲是很困扰的 本土养殖大闸蟹仍有优势 品质好鲜度够 但行销通路确实是一大问题 要怎么解决养殖困境 政府得协力帮忙辅导蟹农 共商对策 让曾经风光过的本土大闸蟹 荣井在线 聚焦高双双 主席乡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了 和谷隆 好 好 谢谢大家